OK,所以可以从这个地方再看出,大家有没有找到,有没有进入到上课的状况 如果都没有人看的话,那表示大家其实都没有进入状况,找不到 已经都下来了,那是特别认真同学 因为我同学特别认真,回家放假也都在家里看影音上课 而且还会发问题 我有时候刚好,我空的时候就回忆一下 其实现在人就这样,其实到底,应该太方便了,随时都可以看到email 可以看到线上的状况,那你又不回好像又感觉不太对 那你又回又回不完,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装置太方便 即便你是在荒郊野外的地方,其实都可以上网 因为我发现中华电信真的,我最近蛮喜欢爬山的 我发现在荒郊野外,真的也收讯的到,有些地方 甚至我有一只爬山爬到一个地方 结果我发现突然满格,原来我身旁就是一个基地台 我觉得太漂亮,而且很荒郊野外的地方,居然还有基地台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再来就是说,我要增加那个,项目的话 其实程式码已经在这里了,黄色的区块 那我要怎么样,当这个表单载入的时候,就加项目在这个里面 重点就是说呢,一个事件,特别注意,它这个地方就是 红色的框框就是一个事件,那这个事件就是说 当怎么样,user form,当这个表单怎么样呢 被什么呢?被activa,就是被活动的意思 被活动就被启动起来 那时候呢,我要做什么事情?做两件事情 就是呢,在哪里呢?在这个上面,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mysex,里面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加入什么,add item,加入什么,加入女,加入男 那如果说你要加的话呢,流程基本上是这样 第一个的话呢,请在那个表单上面,点两下 这个表单上点两下,表示说呢,我要建立这个表单事件 表单事件打开来之后的话呢,各位可以看到 我先把这个删掉好了,这已经写好了,我再一次 这个点两下,里面本来是空的,对不对? 它会出现什么呢?